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次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 九州风神的PQG系列 黄金统治者系列电源 没错,就是那个最近喜提的美国白宫认证的九州风神 这个系列支持最新的ATX3.1和PCIe5.1规范 日系主电容,而且敢给到十年的质保 黄金统治者电源提供的瓦数范围很大 从650W到1200W都有了 基本能涵盖中端到高端配置的不同功率需要 如果是对电源功率的选择不太了解的观众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做过的科普视频 这次我们测试的是1000W的版本 目前还没有上架京东 在天猫某店铺上面的售价是599元 性价比看起来也是超级高 电源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卷了 这段时间看到这些新品是一个比一个便宜 先来看外观 感觉九州风神那边负责产品外观设计的工作人员 有一点一朝鲜吃遍天 近两年出的电源基本上都是这个三格罩造型 乍一眼看上去和别的系列还真的挺难区分的 只有一些小细节不一样 换个高情商的说法就是 保持统一的产品语言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家的东西 九州风神别的产品也是类似的方格子设计为主 所以用户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具体型号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连型号都叫的很相似 基本都是只有两三个字母加功率 型号数量一多之后记起来真的很困难 这次加了一个黄金统治者的中文名字 终于稍微有一些记忆点了 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个表格 方便大家对比各个系列的区别 这么一看感觉PQG和PNM两个系列挺像的 今生未来还会有个白金牌的PQP系列 比现在评测的PQG只贵几十块 总之还是分不太清 电源长度为标准的14公分 这在兼容性上会比较友好 油黑的外壳中比较显眼的就是AC开关和12伏二层六接口 都做成了和logo一样的青色 同样很有辨识度 线材使用了流行的压纹线 和市面上常见的鞋压纹线不同的是 它的纹路是顺着线材的 而且线的硬度要稍微大一点 线材长度和接口数量参见表格 名牌的设计比较简洁 支持100-240伏全幅输入 12伏输出功率有996瓦 接近额定功率 从数字来看挺适合在互联网公司里面给电脑赋能的 5伏和33伏的合计额定输出功率是120瓦 很够用 来到性能测试部分 我们使用的测试平台配置 参考表格 性能成绩仅代表我们手上这个样品 在我们的环境下的测试结果 仅供参考 对于电源性能指标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先看一看我们之前做过的相关科普视频 可以方便理解接下来的性能测试成绩报告 看完顺便再点一个赞就更好了 首先是电压稳定性 这次我们改变了一下这部分数据的呈现方式 电压偏移成绩我们之前是分成了两张表格 两张表格里面都包含了交叉负载的数据 差别是有没有带上超债的成绩 而电压偏移的最大值大多出现在交叉负载测试中 就导致之前的两张表格内的数据 很多时候基本一致 会降低其参考意义 这次我们就把交叉负载的测试数据 单独抽出来做了一张表 而各线路之间比例相对常规的均衡负载场景 再拆分成带超债数据和不带超债数据两张表 合计三张表 方便大家了解电源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压偏移表现 均衡负载时12伏的电压偏移在1.36% 5伏2303伏的偏移也在这个水平 超债后的偏移量基本没有变化很不错 再看独立出来的交叉负载测试 12伏的偏移量略微上升到了1.44% 5伏2303伏也有差不多的小幅变化 输出还是挺准的 电压变动率非常低 均衡负载时不管有没有超债 12伏线路的成绩都在0.1%上下 即使是交叉负载中 也是只有0.2%的样子 5伏2303伏的变动率也很低 最大纹波的表现整体来说一般 12伏线路一条42毫伏一条34毫伏 33伏线路是22毫伏 5伏的纹波超高有34 超债之后支路的纹波没有什么变化 12伏线路会上涨到40和50左右 两条12伏线路之间的纹波有这么大差距 比较少见 这可能和模组接口上面的滤波电容配置有关 转换率完全满足ATPLUS 1115伏金牌的要求 甚至快能摸到白金挡了 2%极低负载的转换率为67.5% 满足ATX3.0的必须要求 离推荐挡还差一点点 保质之间这一块都是合格的 75%负载时比要求要高不少 满载时也能满足老的ATX3.0的高要求 PG一项则是采线过 开机时序满足ATX3.0推荐挡要求 这是ARPN模式 ATX3的动态响应测试都没有问题 包括整机235%超在站内的 所有测试都通过了 ATX2.53的动态响应测试也都OK 全速通过 黄金统论者没有提供风扇自动起情功能 也没有模式切换的开关 短时间内提升负载的测试中 风扇转速从400RPM 逐渐上升到1000左右 长时间烤机时风扇转速会继续上升 最高达到1350RPM 说明转速控制是同时考量了负载和温度两方面 满载最大噪音是37.3分贝 稍微有点声音 但装进机箱就基本听不见了 最后是各线路的保护功能 12伏OCP或者说整机OPP的出发点设在了150% 两条直路的OCP保护点稍微高一点 在180%左右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 它的POO 12伏线路的OCP出发点 竟然设置在了216% 是我们测到现在为数不多 给这条线路设定了一个比较严谨的OCP出发点的电源 大部分电源都设在了我们设定的400测量最大值以上 拆开来看一看黄金统治者内部的一个用料情况 内部元件比较紧凑 有不少点胶固定 电源采用了主动式PFC加半材LC加同步枕流加DCDC的主流方案 DCDC的部分使用了单独的紫PCB 背面比较干净 只有几颗贴片电阻 焊点什么的都比较饱满 没有看到不焊的痕迹 EMI的配置很齐 然后有保险很丝 防连MOV和带继电器的防浪泳NTC 风扇来自洪华 这个品牌的风扇在高端电源上面也很常见 中间的德国莱茵认证的认证码很有规律 看着像是打着玩的 但说了一下,这个真是真的 输出接口的PCB上面还能看到有一个12V2.6接口的空焊位 估计是预留给更大网速的版本 主电容来自尼基康容量820微法 挺够用的 实际测试保时时间也符合要求 其余的电解电容来自成芯 固态电容大多来自照清绿宝石 还有几颗固态看起来像是成芯的 在成芯官网上面找到了很相似的图 但是又查询不到详细的信息不能实锤 ALC和APFC的主控都是红罐的 超级老朋友了 MOS管有东威、复兴、权力和复顶的产品 这款电源的代工厂商是以兰 前阵子以兰出现了3C证书被大面积暂停的情况 很多大牌子找到代工的产品都中招了 以兰直属的手机玩家在京东的回复说是 配合当地的新要求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反正确实是很快就基本都恢复了 而九州封城这些情况还要复杂一点 因为原本申请3C的公司被制裁了 为了海外市场他们还要换公司重新申请 所以3C恢复时间比其他公司要晚上不少 算是被人前后夹击了还挺难的 最后是总结时间 九州封城黄金统治者系列电源 提供了非常广的功率选择范围 从650W到1200W 主流DIY配置基本上都能覆盖上 甚至快诱发选择困难症了 性能表现也还不错 这个价格竟然能满足ATX3.0的各项要求 除了无所谓的负持二幅线路OCP外 都是全力通货测试 并且1000W的电源只卖599 性价比真的很高 电源里电容的容量的确符合其日系主电容的宣传 剩下的零件大多是大陆厂商的 近年来大陆产的料件 特别是MOS管的品质确实有所上升 在别的牌子的中高端型号上 也是不是能看到 加上九州封城给这款电源的质保达到了10年 就算遇到问题 在较长时间内都有厂交兜底 如果你电源预算确实比较紧张的话 可以考虑入手这款黄金统治者电源 话说每次测完这些走性价比路线的型号 都会默默希望它后期不要偷偷换料 这算不算是一种PTSD呢 剩下就是希望九州封城对代工厂那边能够抓得严一点了 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的话记得给一个免费的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观众再顺便点一个关注订阅 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游王,谢谢见,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Liam Corinthians